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高兴各位又收看我们狂衣秀的节目 今天狂衣秀要跟各位讲的什么题目 我们的题目定为 吐血不是血 吐的是男人的杯歌 这个话怎么讲呢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住在南部的乡下 常常跟妈妈上街 看到地上满地的一坨一坨的鲜血 我们都问爸爸妈妈 妈妈这个地上怎么那么多人吐血 是不是有人被砍被杀都是血 你的长辈会会心的一笑 他会告诉你 这个不是血 这个是槟榔汁 后来我们才了解 在中南部早期的时候 这么多街上一坨 好像血的斑汁 那就是随地吐槟榔汁的一种后果跟现象 讲到今天的主题 这种东西跟槟榔有些关系 我们知道槟榔这个东西是台湾 比较特殊的种植植物 小槟榔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坏处 第一个外观上的不美观 因为你看到他整个血盆大口 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是做了什么样的坏事 整个脸它的形象就扣了90分 第二个对于身体的危害 我们马上跟各位做个介绍 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槟榔树 它属于山坡地植物 它种在山坡地上面 会让我们的土壤失去水土保持 所以环境的伤害跟损伤也是非常的大 因此卫福部从早年就非常的大力宣传 不要吃槟榔 因为造成个人环境以及健康上的损害 那么槟榔对于健康到底有什么伤害 很多吃槟榔的人都觉得我可以提神 我自己曾经在早年吃过一次槟榔 那种感觉是整个脸花热 精神很好 那许多吃槟榔的人 他会为了提神而去每天吃槟榔 而且他也有一个最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我吃完槟榔我束束口 我刷完牙保持口腔清洁 这样就可以了事 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槟榔里面的石灰值 它会造成我们黏膜慢性的损伤发炎 以至于硬化到最后产生口腔癌 我们讲到口腔癌这个三个字 非常的惊悚 它是造成我们台湾青壮年族群 死亡率最高的一个疾病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刚开始每天吃了50颗槟榔 几年之后他觉得吃了酸辣的时候 嘴巴就会痛 四痛感 慢慢觉得嘴巴出现一些黄斑 红斑 白斑 再来就会嘴巴很紧 打不开 所以我们在诊断 我们给常吃槟榔的朋友们 一个五字绝作健康的筛检及检查 叫做破 斑 硬 凸 肿 肿 这五个字 什么叫破 如果你是长期吃槟榔的人 突然发现嘴巴破 超过两个礼拜 这个破都没有好 一直在溃疡当中 你就要小心了 第二个 它会进到一个白斑或红斑 有时候你可以照到镜子 你突然间嘴巴出现一些白白的斑 红红的斑 那个也是早期口腔癌的增长 第三个 你会碰到一个硬硬的 好像口腔里面有肿块 不管它是乳突状的 或是突起状的 你摸到肿块 那你要更加小心了 最后一个 你会觉得嘴巴张不开 很紧 在动作讲话的时候 非常的不流畅 这个也是一个口腔癌 中晚期的症状 最后一个叫肿 你会觉得你的脸不对称 某一边特别的肿 它就里面癌症已经长得很大了 所以这五个字的自觉非常重要 拓 斑 硬 凸 肿 希望各位吃槟榔的朋友 赶快记在心里 那么吃槟榔到现在 我讲了这么多的坏处 其实很多人还是会问我 那吃槟榔 我们可以消化细菌 我听到这句话就有点好笑 就跟喜欢喝酒的人说 感冒喝酒可以杀菌 这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我们不否认 酒精它是一个很好的杀菌剂 但是如果你把酒精、烟、槟榔 三个混合在一起 那你的健康就会离死神非常近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吃槟榔的人 大概六成以上 都会伴有喝酒 跟抽烟的习惯 因为喝酒 除了造成脂肪肝 酒精性肝硬化 胰脏炎 如果你加上抽烟 更可能引起你的肺癌 引起冠状动脉心脏病 很多人不晓得抽烟 跟心脏也有这么大的关系 我们抽烟是冠状动脉心脏病 跟心肌梗塞的独立危险因子 如果你再加上吃槟榔 三个都加在一起的话 口腔癌、呼吸道的疾病 这个得到癌症的机会 大概是一般不接触这三类东西的人 高达28倍的高比例得到癌症 所以我在这里也很呼吁 各位吃槟榔的人 一定要固定时间 找口腔科医生做好口腔癌的筛检 女皇万一得了癌症之后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这边切掉 整个这边扫一块肉 那个就是口腔癌 抖树后的残留外观 希望各位把我们这个话放在心里 那么最后我们对于癌症的治疗 现在除了传统的治疗之外 台湾已经有发现最新的 非常好的治疗 包括口腔癌、所有的癌症 那就是免疫疗法 免疫疗法包括了免疫药物、免疫细胞 以及免疫生态 三合一的疗法 这三个疗法 在台湾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过这三个疗法 除了传统的化疗、标靶、手术治疗 我们可以加上 我们可以加上 那么有关这些免疫疗法 我们得期待跟各位做详细的解说与阐述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我们的节目还是主轴维持在一个 大家尽早认识预防医学 尽快做好预防养生 让你的健康提升 让你的寿命百分百健康 喜欢我们节目频道的人 请提取你的手 按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分享 并在底下留言 解下你所想知道的疑难杂症 我们医师群会帮你做详细的解答与分析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你的点阅、订阅 就是给我们最好的鼓励 谢谢大家